降低医疗事故的发生率吗 我觉得这个事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理解 就我来讲的话 对我们老百姓来说 如果是院长负责制 那就说明如果我们在就医的过程当中 碰到什么问题 我不会像以前这样 我找这个医生 这个医生说你去找那个护士吧 那个护士说你去找那个检验科的人吧 我可以直接说我要去见院长 以前我们可能没有很多的机会去见到院长 那现在如果我一旦有这种医疗的小的问题 纠纷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去见院长呢 这是我挺期待的一件事情 效率会有所提高 另外一个方面我又在想 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去找院长 那院长是不是会非常的繁忙 他会不会陷入到给我们每个个体 小的个体来解决问题 这个泥潭当中 那能不能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的 层层负责的这个机制 我也比较关心 英宁的疑问能够很好的 对对对英宁的疑问实际是一个误解 就是院长作为一个 医患纠纷的一个第一责任人 医疗事故的第一责任人 不代表说我们所有人 除了事情都要找院长 我估计这个是不可实现的 不管是你去找院长很困难 就是连这个公立院的科主任 去找院长 有时候半个月 一个月都看不到他 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 政府问者 是问到第一责任人 也就是说这件事情的处理 到最后的结果好坏 就是院长要承担第一责任人 过去我们的院长可能说 他可以说这个责任是下面的 这个子宫的问题 或者再跳过去 这是汕头的问题 那么现在就是说 他这个是一个职业经理人的制度 类似于这种 他要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说今后可能 对院长来说 他在管理上 可能也会更加的投入一些经理 对对对 他的责任性应该更强 还有一点就是跟医生的薪酬有关了 多劳多得 薪酬今后不和业务挂钩了 这个今后会有哪些改变 首先请张医生跟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现在您所了解到的 医生的薪酬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现在公立院的体系 薪酬是比较复杂的 也就是说很多医生 他自己也不知道 这个体系是怎么样的 那么总体来讲就是 我们过去存在了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比如说把医生的收入跟他的这个业务 业务的收入挂起勾来了 那么这个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了 就是多开药多开检查 延长病人的住院对吧 或者什么可能会增加收入 甚至多用耗材 那么这次的这个指导意见里面 就是特别提到是多劳多得 就是然后呢 跟你的那个质量又是挂钩的 但是有一点他要跟你的检查药品 一些非相关的就是一些耗材 这些收入就是把它剥离开来 就不受那些影响 所以多劳多得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以看很多的病人 但是你不能开很多的药 不能开很多的检查 但是呢病人的病你要把它看好 这个费用上的负担 病人会少一些 跟他剥离出来 那么这里面的话 整个指导思想是要杜绝这个过度的医疗 对